腾讯体育10月22日训,昨日固人和火箭的比赛中爆发冲突,保罗和朗多一度纠缠在一块,冲突过程中,朗多朝着保罗吐口水,两人都有挥拳动作。 快船主帅李福斯曾指教顾保罗和朗多,他认为两人之间没有好感,同时,李福斯也表示两人的好胜心都很强,胡人火箭冲突处罚结果,保罗竞赛二场朗多竞赛三场英格拉姆,四场保罗和朗多爆发冲突昨日这场比赛,胡人和火箭球员在末节爆发冲突,英格拉姆首先催了哈登一下, 随后朗多和保罗发生纠缠,互相挥拳,英格拉姆接着挥了一拳,之后,双方叫朗多是否吐口水克制一词。 现场的一段视频显示,朗多确实朝保罗吐了口水,之所以发生这样一幕。 跟两人的性格特点有关系,保罗和朗多都属于强硬派球员,无论如何,他们都不希望球队的气势输给对方。 李福斯曾在凯尔特人执教朗多,随后又在快船执教保罗,他非常理解这点。 谈到保罗和朗多,李福斯说道,他们非常相似,都是很聪明的球员,他们很有主见,好胜心很强,他们会为比赛做好准备,对待比赛非常认真。 他们两人都有脾气。 所以,当看到这两个家伙纠缠不清的时候,我就在想,哦,这没什么? 颠崩时期,保罗和朗多都是联盟炙手可热的空位。 李福斯表示,我知道在某个时刻,他们都希望成为联盟最佳空位,他们对彼此没有好感,这是毫无疑问的。 不过,这对联盟来说也不算什么坏事。 风清凉 我会不会这么和谷? 颠崩时期是